欢迎来到营养学堂 我是艾玛 今天咱们要说的话题 围绕着六大营养素之一的维生素来说 维生素顾名思义维持生命的要素 它们虽然不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样 是构成人体的组分或者能直接提供能量 但却是人体新陈代谢必不可少的物质 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量并不多 但是由于它们无法在人体内合成 或者合成不足 因此是必须要通过一日三餐来获取的基础营养素 如果摄取不足或缺乏 自然也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生长发育和健康 维生素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它有两个大的分支 水溶性维生素和脂溶性维生素 其中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 而脂溶性的维生素呢 它包括有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E 维生素K等等 关于脂溶性维生素 咱们以后再聊 那今天呢 认识维生素 咱们就先从认识这组能够激活生命的美妙维生素 B族维生素开始讲起 所有吃进来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 只有经由了这个族群的洗礼 才能够顺顺当当的变成可被人体利用的营养 大家先看看我面前的这两碗米饭 一碗白米饭 一碗糙米饭 如果我问大家 哪种米饭好吃啊 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白米饭 的确是这样 如今咱们寻常百姓 人人都可以吃上这白米饭 但是你知道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 白米饭可只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 那话说 在19世纪的东南亚印度等地区 那些餐餐都吃精米的富人们 经常会受到一种怪病 狡气病的困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9世纪 狡气病让很多人丧生 注意 是狡气病不是狡气哦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疾病 当时的医学家认为 这个病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 军医艾克曼养了猴子和兔子做实验 这些猴子和兔子 直到老子也没染上这个病 他要养鸡做实验 鸡买来 就开始得狡气病了 可是就连无菌式的鸡也被感染了 艾克曼觉得很奇怪 却找不出原因 没过几天 艾克曼 咱们所有的鸡都好了 啊 所有的都好了 你喂了什么药吗 没有啊 和以前一模一样 完全没变 那喂的水呢 鸡棚呢 食物有没有差别 饮水鸡棚没问题 哎 食物 那个该死的厨师 厨师怎么了 新来的厨师说米饭是军队的 就算是剩下也不能喂鸡 那你现在用什么喂鸡 当然是糙米了 精米那么贵 艾克曼又经过多次实验 证明米康里的特殊物质 能治疗狡气病 1926年 这种物质被提取出来 命名为维生素B1 后来科学家们又陆续的发现了很多 与维生素B1非常相似的水溶性维生素 索性就把它们统称为B族维生素 要说维生素B这个族群 兄弟姐妹约12个 名字的叫法很奇怪 兄弟们喜欢用英文排行的名字 比如说叫B1 B2 B6 B12 而姐妹们则喜欢用中文名字 叫什么 烟酸 叶酸 瓣酸 和生物素 你可千万别问艾玛姐姐 这是为什么 既然是营养界的约定俗成 那咱们也就跟着入乡随俗吧 我们的身体 就好比是一部运转复杂的机器 那五脏六腑 那五脏六腑啊 就是这些机器的零部件 这部机器 你要想正常的运转 就要不断地进行各种化学反应 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和水这些原材料 进行加工处理 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 都必须要有酶的催化作用 才能够顺利地完成 所以你可想而知 酶是相当繁忙的 所以它就需要聘请一些助手 顾名思义 酶的助手 当然就叫做辅酶了 B族维生素 就是人体内最重要的一类辅酶 身居辅酶之位的B族维生素 可是一点都不敢偷懒 每天从早到晚 积极认真地参与人体的各项新陈代谢 让人体保持活跃和激情 除了勤奋 B族维生素的兄弟姐妹之间 还相当的团结 他们是最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的营养素 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 他们是承担着什么样的重要角色 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精诚合作的 他们是一群美颜的维生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咱们人活得是越来越精细了 光是心灵美 有内涵还不够 必须还要拼颜值 话说这五官是否标志 可以靠整形 可是皮肤的容光焕发呢 就不能靠整了 而要靠痒 如果说皮肤的健康美丽的标准 就是白皙红润细腻有光泽 那在好皮肤的打造里 维生素B这个家族的几元大将 可是不遗余力 我给你数数 维生素B2 它会积极地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 让你的皮肤白里透红 而不是苍白 更不是惨白 维生素B2还会和它的另外一个兄弟 B6一起 帮助皮肤抵御日光紫外线的损伤 拒绝晒伤 更拒绝苹果肌上的高原红 烟酸呢 它可以抑制皮肤黑色素的形成 助你早日达成一百遮百丑的心愿 而维生素B1 可以有效地来预防皮肤的炎症 还能够平衡皮肤的油脂代谢 解决的是毛孔粗大的问题 生物素则能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改善皮肤的粗糙 帮你打造的是一张既不油腻又光滑的脸 面子可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B族维生素在给你面子这个问题上 绝对是群策群力 亲力亲为 它们还是一群减压的维生素 现如今这社会啊 除了每天刷脸刷卡 还需要刷情商 谁都愿意和情商高的人打交道 如果你常常被这样的一群人包围着 你说说你能幸福吗 或许这些也是你自己经常流露出的情绪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 那就需要关注一下B族维生素的摄取 够不够了 咱们身体里 神经跟肌肉的能量来源 主要就是糖 而糖是由碳水化合物转化而来的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B族维生素可以说是 一个都不能少 都要参与 那当B族维生素缺乏的时候 神经跟肌肉所需要的能量物质 就不足了 人呢就容易腰酸 背痛 紧皱眉头 心情不爽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头疼 焦虑 暴躁 甚至抑郁 面对如此美好的生活 我们要的是激情 但不是情绪 B族维生素 它可以潜移默化的疏解着你的压力 让你的神经不那么的敏感 天天都感觉秋高气爽 没啥大不了的 那你说那幸福指数能不高吗 它们还是一群排毒的维生素 我们一起来看几张图片 这个是雾霾下的北京 到处朦胧美 出门全部是生化部队的装扮 这个你看60吨的毒大米 上了饭桌 这是牛奶中 添加了三句轻暗的报道 你看从呼吸到吃的 再到喝的 我们似乎就被包围在一个有毒的环境里 无处藏身 这个时候 我们格外仰仗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 肝脏的功能 它可谓是咱们人体的360解毒大户 可是又是谁来给肝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解毒剂呢 肝脏分解有毒物质 靠的是体内的各种酶 而酶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养胀的则是丰富的B族维生素 一个都不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缺少了B族维生素 我们的机体就如同在毒素中裸奔 只有充足的B族维生素 为肝脏的解毒保驾护航 我们才能安全的行走于江湖 还要特别提醒那些 喜欢抽烟 喝酒 点灯熬夜的人 你们呀 更应该是对B族维生素 高看一眼才对 B族维生素 它还是一群 无处不在的维生素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护肤 减压 解毒 人体各个机能的维护 基本上都有咱B族维生素 忙碌的身影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所有细胞的能量供给 需要B族维生素 B族维生素与白细胞的生成息息相关 所以它们当然是免疫力强健的保障 各种重要的激素的合成 也需要B族维生素 比如说B族维生素对胰岛素的形成就功不可没 所以它们也是维稳血糖的保证 还有B6和叶酸 它对于协助人体代谢掉那些 可能诱发血管动脉硬化的 同型半光氨酸这样的有害物质 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可以为心脑血管系统保驾护航 而一个新的生命的健康 是需要B族维生素来参与的 例如妈妈们在备孕 怀孕的阶段都需要去补充叶酸 来预防胎儿的神经管畸形 所以B族维生素还可以为优生优育 做出贡献 说了这么多 相信你一定同意艾玛姐姐的评语 这B族维生素绝对称得上是勤劳勇敢的一家人 他们相亲相爱 团结一心 缺一不可 讲到这儿 你也许就明白了 为什么市面上所卖的补充维生素B的保健品 几乎全部都是复合型维生素B 而很少是单一的B族维生素 人体对B族维生素的需要量其实很小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B族维生素 基本上就是用豪克和微克来计算的 而含有B族维生素的食物呢 也堪称丰富 无论是动物性的食物 还是植物性的食物 都不难找到B族维生素的身影 但是我敢跟你打赌 你未必从一日三餐中吃得够维生素 不信咱就举几个例子看一看 粗粮中可以吃到B族维生素的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人是只吃精米精面 B族维生素几乎消失殆尽 有的人淘米的时候使劲搓 恨不得把那淘米水都淘得清亮亮的 可是你知道吗 水溶性维生素都会是随着淘米汤流失吧 还有很多人为了增加口感 在煮粥的时候总是喜欢加点碱 可是B族维生素B1B2特别的怕碱 我们再说蔬菜 在蔬菜中我们其实是可以吃到B族维生素的 可是你看哈 很多人洗菜的习惯是先切了再洗 而不是先洗了再切 也有很多人就喜欢吃炖菜 而不是高温热油快炒菜或者是凉拌菜 还有很多人喜欢吃腌制的菜 甚至隔夜的菜 我们说这些东西都会让B族维生素悄悄的溜走 那么素食一族呢 如果不注意额外的补充B族维生素 也会出现B12的缺乏 因为这个维生素啊 它有一点不同 只能来源于动物性的食物 所以你看一不小心你就可能步入B族维生素缺乏的行列 虽然不至于严重到致命 但多少都会出现一些人体新陈代谢紊乱的亚健康状态 开始有些担心了是不是 不过你别着急 下面我就跟你说三件事 做好了这三件事 保证你不会缺少B族维生素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肉蛋奶菜果豆 每天种类要吃够 红黄绿黑白紫 每餐颜色要吃够 这里啊根据我们中国人的居民膳食指南 有一个小口诀 每天要吃多少食物呢 要吃一斤菜 半斤果 一袋奶 一把豆 一斤主物三两肉 再加上一个鸡蛋 当然如果你胃口小量吃不够 也要尽量保证每餐把颜色吃到最丰富 这样不仅营养均衡还非常的赏心悦目 这第二件事 对于那些吸烟喝酒爱出汗 熬夜节食压力大 速食怀孕免疫差的人 都要额外的来补充维生素B 如果你属于上述的这些特殊人群 体内B族维生素的消耗和需求一定会增加 那在每天的一日三餐之外 就需要额外的来补充复合维生素B 来为你的活力和健康保驾护航 第三件事啊 就是要少量多次天天补充维生素B 不宜跑单帮论英雄 B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 那些暂时无用武之地的剩下的B族维生素 它是不会在体内储存的 而是会通过肾脏随尿液排出体外 所以补充B族维生素提倡少量多次 每天补充 而且别忘了B族维生素擅长的是集体作战 家族各成员之间的数量比例是相当重要的 即使缺少的是一个成员 削弱的也是整个家族的战斗力 因此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尽量选择复合维生素B进行补充 如果你补充了B族维生素 发现自己小便的颜色发黄了 这个时候说明你身体对B族维生素的需要量饱和了 可以适当地减少摄取量 最后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艾玛姐姐今天讲解的内容 我们认识了B族维生素的家庭成员 了解了人体机能的激活 是B族维生素全家总动员的功劳 它们不仅能够帮助你提高颜值 舒缓压力快速解毒 更是在人体新陈代谢的很多重要岗位上 团结协作群策群力 它们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需要每天通过合理搭配不同食物来摄取 一日三餐要注意食物的多样性和颜色的多元化 对于体内B族维生素消耗量增加的人群 和不能从一日三餐中获取足够B族维生素的人群 就建议每天进行复合维生素的补充 好了 B族维生素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艾玛 这里是营养学堂 我们下一次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